Hello 大家好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孙迪亚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我也刚刚领到了我的媒体证件 其实每年进博会呢都会给媒体准备一个超级丰富的媒体包 那今年呢还特别赠送我们一个礼品袋 里面都是啥呢 让我们一起做个拆箱 那媒体包和礼品袋所有的东西就已经全部在这了 我们先来看看可爱的净宝 它这是一个小玩偶 那净宝的元素也是无处不在 这是一个净宝的手办 那这个呢是个门盒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拆出了一个玉米版的净宝 设计的非常有心意 而且非常潮流感 这边是净宝的冰箱贴 然后还有徽章 这是应该是一个眼罩 那这个物品也很有设计感 这是一个种子指日历 那据说呢它可以浇水 然后开花 非常环保 期待到时候回去可以试一试 这些就是笔记本和杯子 那这个也非常有特色 它其实是一个纸雕光影装饰灯 好了就全部拆箱成功了 据了解今年的进博会呢 一共吸引154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国际组织前来参展 有很多的全球首发 亚洲首发 中国首发将在进博会上亮相 那今年的进博会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 接下来请持续关注 BRTV新闻的采访报道